天下苦美久矣,中国是在为世界利益而战。 英法已商定,如果钢铝管税问题上,美国不赋予欧盟永久豁免权,欧盟就准备反击。 德美矛盾进一步激化。 去年七国峰会后,面对美国的大棒挥舞,默克尔曾感慨说,欧洲人以后只能靠自己了。 刚刚到访美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,在美国国会演讲时也说,我相信,通过世贸组织的协商,我们可以找到包括贸易不平衡的正确答案,是我们写的这些规则,我们应该遵守它们。 。 弦外有因,也说出了各国对美国不按国际规则办事的烦恼。 大棒想挥向谁就挥向谁,协议想撕就撕。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任性,真可谓天下苦美酒矣。 。 越来越多的国家,对美国此举表示了不满和反对。 。 日前中印领导人武汉会晤,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中印共识里,就有这么一句话,支持多边贸易体制,反对保护主义,推进开放,包容,普惠,平衡,共赢的经济全球化。 。 请注意关键词,一,支持多边贸易体制,二,反对保护主义,三,推进经济全球化。 这是外交语言,何尝不是对美国不点名的批评。 。 不久前,王毅访问日本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见他时,也专门说了这么一句话,日本同样重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,主张按世贸组织规则处理经贸问题。 。 连日本都对美国表现出了不满,可见不满有多强烈。 。 所以,不久前在纲旅问题上,对于中国在世贸组织对美国发起的诉讼,4月24日,欧盟过断加入中国一边。 。 当时欧盟的声明这么说,欧盟特此之会美利坚和中国政府、中国政府和争端解决机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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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鉴于巨大的贸易利益,欧盟要求加入由中国于2018年4月9日向世贸成员国们提出的针对美国对钢铝制品采取行动的盘化。 欧盟都很不耐烦了,开始站到中国一边。得到多注,失到寡注。 所以,不管在去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,还是今年的博敖亚洲论坛,中国领导人坚定捍卫经济全球化的言论,都赢得了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。 要知道,美国以前可是全球换得起手,但现在特朗普却处处要求美国第一,相比之下,中国则欢迎世界搭中国的快车和便车。 有朋友就说,感觉世界真的变了,中美的角色在悄悄发生变化。 天下苦梅久矣,现在在中美贸易问题上,中国完全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。 中国是被逼上梁山,不得不强硬反击,首先肯定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,但实际也是为全世界利益而战。 如果中国这样的国家,也要屈服于美国的言威,但最后的结果,就是全世界都遭殃,世贸组织也可能成了摆车,美国更加为所欲为,世界贸易体系遭到重大打击。 按照最新的报道,美国代表团将在本周四周五到中国谈判,在最新的谈判名单中,除了特朗普贸易四大金刚,财长姆努钦,贸易代表莱特希泽,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,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,又增加了商务部长罗斯。 清朝而出,特朗普也使出了浑身解数,也知道中国真不好对付。一场苦战就要开始了。 中国,加油!